但是韩丽的惊恶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心念一脸之下 无数剑芒拢聚而成的盘龙 立刻一声长鸣 张牙舞爪直扑白袍少年 而与此同时 韩丽背后一声雷鸣 一对精英鱼翅浮现而出 目中韩芒一闪 就化为了一道霹雳凭空消失 对方表现得越是可怕 他越是全力以赴地击杀掉 无论从他眼前处境 还是人族的角度来说 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白袍少年一见此景 瞳孔一缩 但随之一声冷哼后 身前浮现出数十口精英飞刀 一下发出污名网高空击射 和原先一般无二 而少年最深一堕足 净化为了一道金光 一下和巨人合为一体 接着一声奸鸣 化为一道刀芒直奔的 青色盘龙狠狠一展 此时的巨人蕴含着庞大的威能 几乎与先前激增了一倍之多 刀光还未落下 虚空中就满是森然汗光 仿佛将大半天空都笼罩而下 而青色盘龙见此情形 竟仍然丝毫具已没有 身上鳞片遗数之下 化为漫天青芒和刀光 一下撞击到了一起 一时间空中所见之处全是寒光轻芒 两者交织一起 一时间呈现僵持不下之绪 就在这时 银湖一闪 韩力身形突然出现在两者上空 一声大鹤 两手同时朝下方狠狠一抓而去 扑扑两声 两只树丈大的巨手浮空而现 一手洁白如玉 漠然浮现出一层层的五色寒焰 另一手漆黑如墨 表面却吞的一下 浮现出一层银色烈焰 两只巨手交织往下一放 顿时其寒与炙热之力 狂舞而下 并诡异地融合为一体 唯能不降反升起来 下方寒光一升 白袍少年身影浮现而出 只是身形一动 就化为了一只冰寒巨手 往高空一迎而去 此手通体晶莹剔透 一把抓住 附近虚空都围之一凝 似乎威能势不可到 三只巨手瞬间 先手撞击到了一起 白色巨手方一接触下 表面五色寒焰 竟瞬间围之一脸 接着寸寸碎裂而开 但冰寒的大手 散发的齐寒之力 围之一凝 狂闪几下后 体积也缩小了一圈 而其和冰寒大手 五指相接的也撞到了一起 却有些小瞧那 士灵天火的威能 这件银焰一掌之下 漠然其中浮现 无数白质色的 诡异火苗 一下将冰寒大手 一卷包裹进了其中 刹那间 不但齐寒之力被一散 冰寒巨手也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融化起来 一声闷哼 冰寒之力消失殆尽的前一刻 一道金光一闪 从银焰中击射而出 一个盘旋下 就向着远处闪电般击射而走 但就在此时 一根弹若不见的金银细丝 也从银焰中紧随射出 一闪即逝下 就一晃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那道金光中 一声惊怒声传出 接着顿光一散下 白袍少年一个亮枪 从中一下现身而出 只见他一手捂住胸口 手指间隐隐可见一个紫黑色的伤口 并再也无法保持原先的冰冷 满脸的惊怒表情 正是韩力催动士灵天火中 原先吞噬的那一缕 凌旋邪光 利用其无视护体灵光的神性 让白袍少年不及防之下 吃了一个大大的骨头 韩力冷笑一声 眼见对方面上一层黑气飞快涌动 知道那凌旋邪光 其毒 就算不能要了对方小命 也绝对会让此魔元气大伤不少 现在正是击杀对方的良机 在飞快用目光 斜扫了另一面的娇小女子 只见此女正被荧光仙子 和自己的银齿锁化匹炼 斗得是不亦乐乎 虽然无法占据上风 但也足以将此女死死的缠住 无法分身 韩力不再有任何犹豫 背后双翅一扇 雷鸣声大起 就要立刻施展雷顿 向白袍少年一扑而去 但就在这时 战场上空突然波动一起 整个天空默然为之一暗 接着一个面积 母许的黑色漩涡 漠然在数万丈的高空中浮现而出 接着一股恐怖之极的气息 从漩涡中移散而出 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快壮大加强着 不好 难道是 韩力正要扑出的身形一宁 一下吃惊地回首望向那边高空 这股气息 他隐隐有些熟悉 和在巨塔中 给他传音神念散发的气息一般无二 并且现在气息的可怕 还要游胜巨塔中的时候 更让他心中大灵的是 在巨大漩涡下面 一道人影笔直的站立在那里 一动不动 正是原先内鸣银丝袍的魔族尊者 也不知此魔何时跑到了那里 并诡异地现身而出 不光韩力 人魔战场的双方都为之一呆 不少正在争斗的两族存在 均都不由自主地驻守 纷纷骇然地望着高空 漠然出现的巨大漩涡 韩力脸色殷勤几下 还未想好 应该先击杀白袍少年 还是应该马上赶到漩涡处 将其破坏 那边高空却是一边突起 只见那名银丝袍中年男子双手一掐绝 竟然面无表情 吐出了一颗仿佛宝石的血红晶石 漩涡一阵滴溜溜地转动 那股可怖的气息 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下一刻 一股黑红色的魔气 带着一阵怪笑 从漩涡中一飞而出 一闪即视下 竟一股脑地没入到那颗血红晶石中 而晶石表面血盲一闪 就嗖的一声 一下被中年男子重新吸回了体内 下一刻 银丝袍男子面上血色光霞一现 就双手抱住头颅 发出痛苦之极的惨叫 同时身躯发出爆竹般的脆响 面孔和身上气息也一瞬间发出了精神的变化 原本还算儒雅的面容 一阵扭曲变形 竟幻化成了一名清秀少年的面孔 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 但双目血红 浑身散发出一股异常血腥的味道 似乎正是先前 从那漩涡中消失的那股恐怖气息 雀星少年将双手从头颅上放下 一直缓缓站起了身子 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向下方倚天城和人魔双方都扫了一眼 再抬起双手看了一眼 忽然仰手狂笑 本尊终于到了人界了 此种方法果然可行的 大概是本圣族第一个能做到此事的人 这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 听到少年如此一说 人族方面的高洁存在 人人面露大惊之色 而魔族的高洁存在 一看清楚血腥少年的容貌 则一个个惊喜交加起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名高洁魔族比较机灵 木然带头冲着血腥少年半跪而下 参见圣祖大人 恭喜圣祖大人降临灵节 这一声高呼 仿佛立刻提醒了其他魔族 无论等级高低 整只魔族大军纷纷冲空中败道叩拜 而人族一方的修饰 目睹此景 则不禁人人面无血色 黑甲大汉白袍少年等一杆魔族尊者 也是精以交加 看起来倒是有三分惊喜 七分迟疑 不用怕 此魔不过是阶体即生 才能降临此界的 一身乏力 恐怕还不及本帖的十分之一 我们仍有胜算的 林仙子 快让何鸡兽 寄杀了这老魔 我们先缠住其他魔头再说 林鸾听到此话 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但以天成的众多人族扫了一眼后 也就一咬牙点了点头 一根手指 猛然一点眉宇间的血浮 再次用秘术催动起来 那头原本在此女牵引下 已经开始将黑甲大汉和一杆血色魔兵 压制得羊手巨兽 忽然一声大吼 张口喷出了一股狂风 一下将身边的魔族全都是一卷 吹得是东倒西歪 背后扶持一闪之下 就化为一股怪风冲出了包围 直奔不远处的血腥少年直扑而去 虽然血腥少年还未表现出真正的神通来 但对方散发出的那股血腥威压 让此时候莫名的也感到威胁 就算没有受到凌鸾仙子的血浮催动 他下意识也想一口将对方吞掉 省得对自己造成什么危险 至于青龙上人 则一声大喝 提表七口短刃一线后 再次化为五爪青龙 庞大身躯一百之下 瞬间无数风雷狂涌而现 一杆血光魔族 被青龙上人尽似拼命的一阵狂攻下 竟然一时间无法分身去追那只 河西巨兽去 而黑甲大汉催动两只巨锤画竹漫天锤影 看似声势惊人 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竟将大半心神都放在血腥少年和河西兽的方向 而这时的韩力心念疾转 心中自然是又惊又怒 这魔族圣祖真的降临此界 虽然并非真身本体 但似乎也并不是普通的神念继父之术 那名附身中年男子散发的气息异常可怕 远非普通合体后期修饰可比 对方到底神通如何 还真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 现在那只羊手巨兽去对付这人 韩力心中一灵 干脆停止了追击 眼也不眨凝望过去 至于白袍少年见此情形 心中为之一松 急忙从怀中掏出了数颗解毒担负下 然后在远处调动体内法力 开始强行逼出身受的气毒 这也是此魔 使一名合体中期存在 才能坚持到现在 换一名合体气以下的人 中了灵璇邪光气毒 早就倾刻间毒发身亡 远处血腥少年 一见羊手巨兽也不禁微微以正 有些意外的自语 此地竟然会有何心兽出现 怪不得到现在还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也好 本座将领此地 还缺少一个坐骑 就姑且拿你来代步吧 话音刚落 确信少年突然单手一翻 一团紫光闪动 一只紫色小鼎 漠然地浮现 少年只是单手往小鼎上一拍 口吐一个网字 顿时小鼎一个翻转 顶口处黑光一闪 一个网字鼓纹浮现而出 并且一闪及时下 向巨兽及时而去 那羊手巨兽目睹此景 张口一喷下 一股黄茫茫的飓风就一卷而出 同时背后双翅往身前一包 竟化为了一团黄色云雾 将身形彻底包裹其中 此兽藤云驾雾 竟无视那黑色符纹扑了出去 丝毫停下之意都没有的样子 显然此兽对自己的防御信心十足 血腥少年见此情形 脸上却浮现出了一丝冷笑之色 站在原地没有的任何躲避之意 结果血色符纹狂闪几下之后 直接洞穿巨风而过 并一下没入了巨兽身前的黄云中 无声无息的没有了踪影 下一刻原本还气势汹汹的巨兽 突然发出了一声惊惧的大吼 接着身形一紧之下 就此诡异的无法动弹分毫 在其庞大身躯表面无数黑丝 将此兽包裹在里面 这黑丝看似纤细 但是巨兽已被困在里面 尽管口中怒吼不绝 但竟然根本无法振脱而出 血腥少年嘴角一动 露出了一丝猙獰之色 目光一转下 竟朝着韩丽这边扫了一眼 目光冰寒刺骨 韩丽直觉一股奇寒从背后瞬间涌出 竟不禁机灵地打了个冷战 血腥少年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面上丝毫表情没有 但突然手臂一抬 竟冲韩丽这边虚空招了一下 吐出了一个收字 附近那座数千丈高的七色巨塔 竟然应声拔地而起 并一晃之下就闪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血腥少年手中七色光芒 一下大亮而起 一座数寸高的迷你宝塔 无声地浮现而出 并往巨兽头顶一抛 单手一掐绝 宝塔滴溜溜一转之下 竟化为一片七色光霞 滚滚一卷而下 瞬间功夫就将巨兽庞大的身躯 淹没进了其中 当七色光霞重新一凝 再次还原成了七色小塔后 仰手巨兽竟在远处 一下无影无踪 不好 我的灵符无法感应到何西兽了 几乎同一时间 林鸾先自心中一个机灵 大惊失色 韩丽见此情形心中为之一尘 那件紫色小顶和七色宝塔 在血光圣祖这位元主手中 唯能和以前相比几乎以下暴增了数倍 他可没有丝毫把握 困见了此塔中 还能再次安然脱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